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树叶不是一叶黄的 人心不是一天凉的 一段感情里总有一个人会先放下 与其苦苦哀求,自我悲伤 不如成为那个先放下的人 你要知道,有一些人既然不珍惜你 那他便不值得你的持续付出 在一段感情里总是会有矛盾 两个人的矛盾多了,感情也就成为了遗憾 可是有的人不甘心这份遗憾 苦苦挽留对方,希望感情能够延续 此时的他们并不懂 有的人出现了是为了给予你爱 但有的人出现只是为了给你教训 在遇到让你生活质量降低的人时 与其挽留那虚无缥缈的感情 不如果断点放手,寻找新的机遇 在爱情里是如此,在友情里也是如此 没有谁要为了谁而活 人应当有自己的价值 独立,担当又坦荡 断舍离中有这样一句话 如果一个人总是激发你的焦躁情绪 而自己又无法改变时 也许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 一心相处总会遇到各种问题 如果一个人这样对待你 那便是不懂得珍惜 大胆选择断联 才能让感情尘埃落地 一,从不把你的话放在心上 人总是那么奇怪 有的人明明会要求别人给予建议 但到了最后却都不采纳 就像两个相爱的人吵了架 其中一方找朋友诉苦 他自己吐槽了一堆破事 朋友也给予了中肯的建议 结果吐槽完后两人又和好了 朋友倒成了破坏他们感情的罪人 而事实证明 旁观者的朋友所言 才是更加精准的 他们大多不会夹杂着私人情感 来判断 所以那些不被父母 朋友所看好的感情 大多都比较困难走到最后 再比如说 一个女人和他的男朋友同居了 他发现男朋友 有很多不好的习惯 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会提醒 可后来他发现 男朋友根本就没把自己的话 放在心上 每次和他说话 就好像是在对牛弹琴 如此一来 这段感情早晚会散去 一个从不把你的话 放在心上的人 肯定是不在乎你 也不信任你的 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与这样的人交流起来 会很累 索性 直接断联吧 二 利用你的一切资源 却不愿反过来帮你 有些恋人 有些朋友 其实都是在做表面功夫 他们只能做到同甘 而不能做到同苦 有的人在接近你的时候 定然是带有某种目的的 当你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他们就会选择和你交好 而当你没有利用价值 甚至需要对方帮助的时候 他们可能走得格外绝情 就像电视剧里演的 一个有钱的男人 会有一堆女人追随 可当男人破了产 女人们也就都远离了他 现实生活里的场景 或许远比电视剧里演的 还要真实 残酷 爱情如此 友谊 自然也是如此 有价值的人 谁都想要与其交往 分一杯羹 哪怕只是拥有一些虚名 就比如 谁谁谁是哪个明星的亲戚 似乎只要沾上一点 就很了不起 如果你遇到的是这样的人 那就尽早断联吧 别让他们再吸取你的价值了 一心相处 没有信任 便无法长久 撒谎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当他选择不坦诚的时候 你也没必要和他耗下去 有些男人满嘴谎言 给你的承诺 从来没有兑现 而你却天真的以为 他在为你努力和奋斗 其实仔细想想也明白 这样的男人 不过是想哄骗你一时 不值得的人 要早早放弃 越早越好 不要耽误自己的人生 试图用谎言 让你依靠他 在乎他的男人 不值得你的付出 三十而已当中 许焕山有自己的家世 却仍然喜欢上了 年轻貌美的林友友 面对妻子的质问 他只能用一个 又一个的谎言填补 这样的做法 其实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他既抛不开家庭 又无法给其他女人幸福 这也不是君子作为 同样的 生活中也会有很多男人 用花言巧语 海事山盟 来欺骗单纯 天真的女人 殊不知 其实他们早就想好了 什么时候离开你 面对总是谎言的男人 要懂得尽早锻炼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不过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和青春 人与人交往 最需要的便是真诚 如果当两个人 连真诚都做不到 更别提情感的深厚了 在朋友之间 满嘴谎言的人 定然有一天 会因为谎话 而伤害到你 在恋人之间 满嘴谎话的人 定然是感情收割机器 不可能让你获得幸福的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谎言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当两个人 不打算坦诚相待的时候 那已经可以锻联了 这样的关系 是没办法走下去的 即使两个人走了一段路 也没办法走向更远的路 在运动界里 有一个项目 叫做五人四脚 利用的就是 五个人的默契程度 当两个人因为友情 或是爱情 而捆绑在一起的时候 那两个人的命运 也就被牵扯到一起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所以 千万不要相信一个曾经欺骗过你的人 因为他们能骗你第一次 就会骗你第二次 到头来啊 受到伤害的 只有你 四 忽视你的感受 健康的恋爱关系 是建立在彼此真诚的沟通 与交流之上 如果一遇到问题 就选择冷暴力 这可不是可靠的做法 一个男人冷暴力的原因 不过是在于 他们十分自私和自我 遇到问题 选择冷暴力 其实也是在选择逃避 这段时间里面 他就是不想跟你沟通 就是不想跟你说话 企图用短暂的冷漠 来让你反省 而忽略了 你在这个时间里 难过和伤心的感受 可见 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预示着未来生活当中 你很容易屈服于他之下 从而受到更多的委屈 很多男人在被冷暴力之后 容易沉不住气 会一个劲地 想要去讨好对方 迎合对方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也慢慢失去了自我 恰恰相反 遇到这样的情况 女人要选择断脸 懂得稳住心态 才能掌握感情 你要相信 真正在乎你的感受 爱你的男人 在断脸之后 会幡然醒悟的 断脸 是一种让自己 获得心生的方法 有的人会舍不得 当下的关系 可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舍不得孩子 套不着狼 你若是忍受了 他们对你的不怀好意 在未来的某一天 就会承担 他们带给你的痛苦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很脆弱的 与其留一个定时炸弹 在身边 不如尽早远离了 断脸 其实也是一个 很好检测感情的方法 如果在你进行 断脸的时候 对方没有再来找你 说明你在他心里的地位 并不够 这样你就应该明白 维系感情的只有你一个人 即使断脸也无所谓 对于别人来说 你的断脸只是不痛不痒的事情 就像那句话说的 永远别高估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 一个真正在乎你的人 不会因为你的断脸而不来找你 相反 你的短期断脸会让他们非常焦虑 生怕你出了什么事情 他们根本不会给你断脸的机会 因为他们的生命里 你已经有了不可或缺的位置 生命里总有一些人是来爱你的 这些人你要好好的珍惜 生命里也总有一些人无关痛痒 他们会陪伴你一段旅程 等到了终点 他们自然就会下车了 成年人的生活圈子都是越来越狭窄的 因为大家都看透了关系的本质 懂得了断舍离的道理 如果你遇到的人并不在乎你 不妨就试着断脸吧 相信你能够遇到更多亲切之人 他们的爱意会让你感受到世界的美好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了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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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